各位听众,我是梁鞭成 跟大家分析一下世间的事情 世间在大国的博弈 政治的动荡都是很长的日子 加上是病疫的患痕 很多有信仰的人都祈祷 认为会有神迹出现 但很多时候他们的祈祷是按自己的政治观点来祈祷 是按自己的政治上的定论 他认为这个代表公义的 所以我们的观点代表上帝 凡是按自己的意思祈祷的 通常都不会应验的 上帝不会听的 因为祈祷是要掌握上帝的旨意 然后让我们的心 是去跟从上帝的旨意去行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定了一些我们认为对的道理 又强迫上帝按我们的思想和想法而行 是用人的意识形态凌驾在上帝之上 这样你用这种方法 你以为祈祷是符合上帝之意 结果一点都不会应验 根本没有神迹出现 但是很奇妙 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些神迹出现 我亲眼见 也是很难想象 并不是政治 也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上帝一早就应许 就是他会医治那些有信心的人 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应许 我最近有一对夫妇 是挺好的朋友 他们是四五十岁的 先生很英俊 太太很美丽 是一对金童玉女 而且一家是服侍上帝 主理一间教会 他们经济条件都不差 但是 先生忽然间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病 这种严重的病 根本是医学上所罕见的 就是说在心脏是生了一种癌的肿瘤 他们很有信心 做过一次手续之后 他们很有信心 凭祷告去医治 他自己这些的病 但是近期 那个病 癌细胞复发 丈夫就有一次昏迷 去医院的时候 医院就发觉 他的心脏 是有四个肿瘤 变了 到他昏迷的时候 就是再进医院 就是夹起成为一个大肿瘤 而且还有影响到其他的器官 心脏有肿瘤 是医学非常罕见 但是 却是 在他身上发生 而这种肿瘤 似乎都 没有什么办法医治 他昏迷的时候 医生就说 等他去算了 这个时期 太太是 很担心 就发动很多人 为他先生祈祷 我也是 为他先生祈祷的其中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 日日夜夜都 纪念他 为他祈祷 而我又去到公园那里 看着那些树 看着那些草 看着夕阳西夏的天 我也是不断为祈祷 甚至去到一些很遥远的教堂 开车去很远的 就知道 那里有个教堂 真的开的 因为病疫期间 教堂也是删 那里有个教堂开 是被人祈祷的 我也是进去特别的祈祷 慢慢地 我感觉到一个信息 告诉我 就是 上帝 让我明白 就是这个天父 这个不是耶稣 不是圣灵 是天父本身 他向我显明 就是说 你看看天上的万象 那个星河的世界 天地万物 一切都是我所创造 所以这个朋友的生命 其实在我手上 还有 所有国家 政治社会的发展 是我所知道 我所决定 其实他都是告诉我 不要以为人定的意识形态 去强迫上帝 是根据他的想法 而是说 人是要看上帝 那个意思 在哪里 对这个人的生命 是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要他终结就终结 上帝要他继续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要允许你的信心 去求 上帝是会听 会去医治的 因为耶稣基督 是被鞭打的时候 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根据《以察亚书》的预言 就是 因着他鞭伤 我们都得到医治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当耶稣基督被鞭打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 钉十字架而死的时候 他是在医治我们 所以这个医治 当他钉死十字架 死于復活那一刻 就完成了这个医治 他已经是有了起来 给了我们 而这个医治 也会好像一个礼物 如果你用信心的接受 他就会有这个礼物 在你身上出现 那这个医治在内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上帝 现在 你应该去回他那边 是色奴归主 上帝都这样认为 那就不同了 但是呢 如果是一般来说 你的信心 一定得到医治的 好了 那就我当时 很热烈的为他祈祷 很多次 很多日 但是我知道上帝这个信息 就是说 是天上的万丈 天上的星河 是我所掌管的 地上的一切 人的一切 是我所掌管的 那他告诉我 你不用担心他的 他在我的手中 我是会按我的旨意 去带领他走 我不会丢弃他 当时我那个景象 其实我是在天上的 我又好像感觉到 地上是一个 很多冲突的世界 我看回来的世界 但是一个这样的景象 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 上帝知道 这个人所受的痛苦 他家人所受的痛苦 上帝是会有作为的 他会有行动 他会按他的旨意 来到进行医治 但是呢 就是我们 有些这样的特殊经验的时候 都会担心 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我都是不断继续祈祷的 但是看着呢 情况就是 一路收到信息 就是 他在医院里面 由昏迷 到没有了知觉 然后慢慢地有了知觉 慢慢呢 是可以说 慢慢可以吃东西 突然间醒醒了 哇 那个很危险的时刻 一年几天 是很多很多人为他祈祷 那是 他这个危险期过了 他那个元气 或者他的元神 就是我估计 就是他的灵魂 是起回到 那 然后 接着 医院再可以有些治疗 因为他是精神回去 医治他 那 我突然间 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一种很平安的感觉 原来神迹 是真的会有的 其实我一生都见过 很多次神迹的 就是 不是一定那么 特别的病 就是好像有一两宗是这样 但是有些很奇特的神迹 就是说 当你 有一个的机构 是 要用尽所有的 心力 和爱心 去帮助 中国农村的穷人 当我是机构 奉献也不够 钱也不够 就要靠祈祷 我记得有一次 早期 我们当时 是欠七千元加折 那就 没钱了 唯有宣布 跟员工说 今个月可能 就 六折滋身才行 祈祷 然后 郵差 敲门 拿信上来 打开信封 其中的信封里面 就是有七千元 当时我想 这些就是神迹 这些就不是超自然的 突然间医好病 或者上帝如何向你显示 不是 就是你有需要 那时上帝知道 他就叫一个人 来支持我们 我没有跟别人说 但是他的感动 就是捐这个钱 我试过好几次都是这样 我问过 有一个人捐一笔钱给我们 我说 你怎么会想到我们 他说他问上帝 他有不转捐 他被谁 上帝又捐去 这个机构 他就捐了 是这么奇妙的 这些就叫做神迹 我们在生命里面 是会遇到神迹的 一些忽然间发生的情况 原来上帝在掌管 好像我这个好朋友 他的最危险的病 就过去了 然后我就想起圣经 在马福音第八章 第二十二节 当时耶稣和那些门徒 去到八塞大 有人带着一个核子 即盲眼的人 叫耶稣摸一下他 因为耶稣的摸是一个祝福 是可以医治 或者是一个祝福 但耶稣就拉住核子的手 让他到村外 因为村外很多人 妖阳 因为耶稣是能够医病 能够讲鬼 有神迹 很多人围着看他 他拉住核子的手 即是说他很亲切 对于他不认识的人 而且很可能都是一个 很丑样的人 就是瞒了眼 没有什么人理他 带他到村外面 安静的地方 就肚脱没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 究竟医治是否靠 套口水在手里 然后去摸摸他 那其实 这个不是任何医生的医治 耶稣只是做一件事 去表示 他开始进行医治 当一按手 他说 你看到什么 这个瞒眼的人 他说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人 我看到树木 好像树木 那些人好像树木 是走 他看到人 但是不清楚的景象 因为他眼的视力 忽然恢复了 这个神迹出现 但不是立刻 他是有个过程 然后呢 耶稣又再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下 就服完了 一切都看得清清楚了 很奇妙的 一个神迹 当时就发生了 是门徒亲眼看着的 那这个神迹就是这个人 忽然间 重新看到 忽然间 即是他的身体 有种 不可能发生的转变 出现了 那这个叫神迹 因为 不可能 门眼会看得回 那你摸摸 他就好了 那我忽然想起 现在我这个朋友 他呢 是很危险的时候 然后 很多人祈祷 我们知道 上帝掌管着他的生命 掌管着宇宙 而上帝一说 他就更昏迷 谁死 就有回生命 然后他才可以接受正规的治疗 然后大家继续祈祷 我心很平安 因为我知道 医治已经 来临了 不过有个过程 就好像这个人 这个核子 一眼看到的 就是 那些人好像树木 但是之后呢 他就看了清楚了 所以这个的 医治 开了一个过程 他会 不是那秒钟 变了 那秒钟开始又转变 而转变一路一路 发展下去 就会成为一个 你猜不到的情况 那么 耶稣还叫他不要跟人说 因为 怕那些人 常常当他 会走神迹 去追踪 耶稣他来 他不是只是 表演神迹给人看 神迹是他作为上帝的身份 所有的 但是他来到 是要带给人类救赎 就是人类的罪 人类的苦难 他自己来 作为无限的 上帝的本体 他是道的本身 道成肉身 作为道的本体 他以他无限者的身份 担当全人类的苦和罪 又带着苦和罪死去 然后他复活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 任何人只要接受这个礼物 就有新生命的开始 而且这个礼物包括 如果你愿意相信和接受 很多时候病 上帝都会医治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要表现的 其实不是说 他有神迹 他有大能 他有医名 其实他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会给人类一个很美丽的礼物 就是给你新的生命 给你救赎 而当时 耶稣就问那些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当时那些门徒 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 究竟耶稣是什么人 抹加科 有人说 你是施洗药 就是之前 耶稣之前的先锋施药 是一个先知营的人 有人说伊利亚 即是旧弱的先知 在马拉基书 预言伊利亚 在未来的日子会来 其实这个 思想上 就是伊利亚 预言那个 这些都是很伟大的先知 但是呢 比特呢 就说 其实你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 救世主 尼塞亚 基督这个字 Yam Christop 就是由 拉丁文来的 但是 如果呢 是起 以前 猶太人来 就是Messiah 救世主 救世主 怎么救世界 他不是只是用他的全能力量 变好的世界 他却是来做一个 服侍人的 关怀人的 爱人的 一个仆人 然后他还要受很多的痛苦 而最后呢 他是死得很惨 但原来他通过他的惨死 钉死十字架 还受很多的鞭打无辱 是要担当人类的罪 应该有的惩罚 亦以他受的痛苦 来担当他每个人受过的苦难 和伤害 有他死而复活 就是说 让我们有 死而更生的新生命 让我们的罪死去 让我们的痛苦亦死去 让我们有 和上帝恢复 沟通的 一种美善的生命 让我们的美善生命 带来我们一个 好喜乐的 新的开始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带给人的生命 有这个生命 我们可能内心很多苦楚 我们或者很多的疾病 我们很多不同的困难 他都会医治我们 改变我们 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带来我们 带来我们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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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